也因此现在侯友宜的处境被说很尴尬 刚刚报道所说的提名委员会 他加入不加入都很两难 这也让外界联想 是诸侯之争还在延烧吗 未来2024的总统跟立委提名 难道现在蓝营已经掀起了茶壶风暴 有人就说了这诸侯之争还没有落幕 怎么回事呢 还记得之前 这个蓝营不是才提出选册会这样的概念 不过选册会之后呢 就提出了一系列的名单 里面包挂了李全教跟傅昆奇 有人就认为这名单是不是哪里怪怪的 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就在脸书上发文说 拒绝黑金在任何政党出现 有人就认为这是不是冲着党中央而来 而后来呢 这个他们就说了 这傅昆奇跟李全教是猪拉拢的人嘛 那么侯友宜大动作表态 是不是就表示这一次在这一round 侯友宜是占了上风 因为最后这选册会 的确就是终止运作了 但是第一轮才刚结束 第二轮又来了嘛 现在党中央呢 传出将在下个礼拜 希望能够成立提名委员会 而这提名委员会相当特别哦 里面还要拿来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 台北市长长湾 还有桃园市长张胜震 甚至是台中市长卢秀燕 那么有人就认为朱立伦是不是在抛藏手山鱼 尤其是邀侯友宜加入这个提名委员会 那么2024人家不是都说侯友宜是热门人选吗 如果侯友宜加入的话 提名争议人家就会说了 你是不是求援兼裁判 到时候会背锅 但不加入又会说 你不愿权单不愿跟党中央一起来团结 你之前的团结不就说说而已吗 所以现在侯友宜被迫呢 是不是得宣布参选了 大家都在看这一局接下来怎么演变 这两天的重要是 外媒报导美国正试图阻止 宏都拉斯和我们断交 详细的内容要交给佳琪 外交新闻最近都锁定在了 就宏都拉斯到底要不要跟我国断交 真的会转头过去跟中国大陆建交吗 因为宏都拉斯的总统卡斯图 他表明了将寻求跟北京正式建立关系的管道 所以大家就说了 难道现在他要琵琶 他别报了吗 不过现在美国似乎有施压 阻止这件事情来发生 不过真的有用吗 我们现在也来看到的是 美国跟中美洲呢 现任跟前任的官员都说了 其实卡斯图当天的预告 跟其他拉丁美洲国的做法不一样 还记得我们之前断交吗 只要消息一出就等于是断定了 而且他们马上转头 就去跟中国大陆建交 但这一位宏都拉斯不太一样 奇怪他讲了 他说还要预告 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动作 所以因此也被认为 是不是还有转环的余地 那么就有美国的官员说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是不是在几天几周 甚至是几个月内会成真 美方也不了解 是不是有某种的谈判策略 是不是他现在释出讯息 希望台湾跟美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所以才会没有跟我国立刻等交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说 我们跟宏都拉斯的邦誼会生变 导火线是帕图卡水坝案 为什么呢 要再请教假期 台湾跟宏都拉斯的交情 不是一向都很好吗 怎么会生变呢 传出这导火线很有可能就是 帕图卡水坝案 什么是帕图卡水坝呢 其实呢早在2006年 当时的宏都拉斯总统还来到台湾 跟当时我们台湾的总统 陈水扁呢 有签署了联合公报 那么他们希望两国签署的 这帕图卡3的水力 发电合作MOU 可以帮助他们做一些水电的发展 不过呢 后来到了2009年 那么改朝换代了 马英九上任之后 这笔预算呢 送到了立法院来审查 立委算一算不对啊 就换算成台币 竟然要110亿耶 这么多 所以他们就反对执行 因为当时的条件状况之下 不允许 第一个就是因为 遇到了金融海啸 再加上经济萧条 台电又面临亏空的危机 所以呢 立委呢就说不可以 他在立委就没有通过 而且被撤销 那么我们就带来看到 2010年的时候 宏都拉斯就跟 中国水力水电公司 来签署合作备忘录 那么呢 他们承揽了工程 协助向中国工商银行贷款 还帮他们想钱要怎么来 所以2011年的时候 中水推翻台湾赠予的设计案 放弃台湾寄险 台电重新订工 就成为了这个技术提供者而已 那么呢 中国影响力见证 台湾面临到了外交难题 现在外交人员的处境 也让人家非常的难心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